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话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最近连续爆雷的美国银行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大家被各种新闻所包围 就说到美国有好几个银行出现问题了 那么各种媒体也是为了流量什么都敢写 有的是说2008年的危机即将重演 有的则说到多米诺第一张骨牌已经倒塌 还有更夸张的是说 美国是为了收割中国的有钱人而设置的圈套 是什么话都有 具体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文章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 我用简单的话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硅谷银行会突然倒闭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了解硅谷银行它倒闭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银行的流动性现金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被大量提款 那么这个提款的速度甚至于是远超于它变卖资产的速度 说本来就是我每天提款的人提了100块钱 我这边变卖资产每天只能变现50块钱 甚至于像硅谷银行要卖自家的股票的速度都来不及支付那些每日的提款数额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硅谷银行会出现挤兑的现象 这就要区分开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是谁 它的客户主要是来自于那些风投基金创业公司 以及呢很多的这个非传统类的机构客户 那么这一些账户所有者通常在其他的银行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因为往往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创立之初它会到处去融资 很多的资金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不同的个人 有的是来自于公司 有的是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 像什么百慕大啊什么巴哈马啊或者是其他的避税天堂 那么美国的传统银行当看到这些钱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尤其是避税天堂的时候呢 他们就非常会担心万一这里面是不是有洗钱啊 是不是有涉黑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政治资金等等 那么这个收银行如果没有做好审查工作 就会被罚的是狗血领头 所以大部分美国的传统银行 比如说像摩根啊花旗啊或者是美国银行 这类银行都不太喜欢那些来自于全世界不同资金的初创企业 但是与之不同的呢 是硅谷银行却恰恰给这些企业呢 是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 甚至于你不用亲自去跑一趟 不用飞美国 你花五百美金 也可以在硅谷银行开设一个账号 如果你是符合它要求的初创企业 所以硅谷银行是收到了很多创业型企业 工头公司以及呢各种资金的喜好 这类企业呢往往是把他们大部分的现金存在硅谷银行 而且更重要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是不追求利息收益的 我们知道这些风头公司或者是初创企业 它随便一轮融资都是几倍或者是几十倍的收益增加 那么谁还会在意那一点点的利息收益呢 所以这些客户要的正是便捷的服务 而这些呢也正是硅谷银行所能够提供的优势 借助着这些不在意利息的客户 硅谷银行在疫情三年时间里面拿到了上千亿美元的储蓄存款 但是中国有句股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一类企业或者是实体 它进来的时候呢是不在意你给它的利息 那也意味着他们一旦觉得风险很高 或者说潜在闻到了风险的味道 会立刻放弃任何的利息收益 马上转走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危险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硅谷银行自己所发布的公告 说是为了筹集资金给大家取款 他要不得不出售手里正在浮亏的美国国债 以及呢其他资产包括他自家的股票 光是出售那些浮亏的国债 硅谷银行就会有18亿美元的亏损 但是为了避免破产呢 硅谷银行还是决定砸锅卖铁来换现金 可惜的是呢 之前那些所谓的风投啊基金啊创业企业啊 当时开户的时候呢 是求爷爷告奶奶 现在要走的时候是一点情面也不给 几乎全部呢 在24小时之内百分之百提款转去其他银行 最终不到两天时间 硅谷银行呢就不得不宣布暂停取款功能 同时呢被美国的金融委员会正式接管 那大家可能要问他干啥呢 他是不是一个庞氏骗局 他有没有骗储户的钱出去潇洒 买车买楼买房 其实没有 那钱到哪去了呢 怎么会不够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爆出犯罪 但是实际上他把这些钱是投了国债 那么既然投了国债 听上去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怎么可能还会亏18亿美金呢 那么的确 如果你买了美国的国债 在疫情那几年 当时不论是买三年期还是五年期的 如果你扛到他到期 那么你一分钱都不会亏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你现在要卖的话 由于美联储已经把利息 从原先的接近于百分之零 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四 因此在低息时代所发行的那些国债 在目前市场上的真正的流通价格 是远低于了当时的票面价值的 换句话说 你在两年前 如果以100美元一个票面价值买的那些 年利息可能是在1%左右的国债 现在你出去卖 也许你只能卖97或者是98美元 也就是每100美元你要亏2%到3% 这个亏损额度 其实就是刚好是由于现在美元的利息差 和两年之前美元利息差之间的数额 所以换句话说 在硅谷银行 它的问题就是在过去三年 美联储当时美元利息很低的时候 它用了大量的钱买了一大堆的低利息的美国国债 结果之后美联储不断开始加息 所以它手里的这些国债 如果要在市场里面出手 它就会亏很多钱 但它如果能够扛到到期日 它一分都不用亏 会原票价拿回来 再加上一点点的利息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它现在为了筹集资金 不得不割肉大甩卖 亏了18亿 所以说白了 硅谷银行大部分的资产来源 是那些随时准备跑路的客户 这是重点 并不是传统的 我们说的零售客户 爷爷奶奶那种一存 就是存30年定期的客户 第二 它过去两年大部分钱 都投去了低利息的国债 那么这部分的国债 目前的市场价格是远远低于了成本价 因此 如果你现在要割肉 立刻会亏得抵朝天 那么为什么当时它要选择投国债呢 而不像其他银行一样 选择投什么商业贷 汽车贷 或者是房贷 因为硅谷银行 它也希望投出去的钱 可以立刻变现 你如果贷出去了 变成了商业贷款 车贷房贷 或者说是个人贷 你要立刻收回 其实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把它打包 卖给其他银行 但是如果你在两年之前买的是国债 你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在市场立刻抛售 换来现金 所以就是它的投资出现了错误 它在低利息的时代 买了大量的国债 这些国债 如果没有加息那么快 它也不会亏那么多 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所以像硅谷银行 它也知道 它自己的客户也都是那些牛人 随便随时有可能要提款几个亿 几十个亿 要转来转去 所以硅谷银行 手里就需要有高流动性的资金 可以随时的卖掉资产 那些刚才说到车贷房贷 虽然它也是优质资产 但是要处理起来时间比较长 而国债则是交易量最大 又是相对最安全的投资 所以只要中途不卖掉 几乎那就是保证赚钱不赔 无非就是赚多赚少而已 条件就是中间不要卖掉 尤其是在加息的过程中 好了说了那么多 现在的好消息也是有的 美联储出手了 宣布担保一切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 可以随便取 保证有钱让你取 那么如此来的话 也极大的恢复了市场的信心 虽然谁也不能保证 会不会再出现一个硅谷银行 但这一次 美联储的态度非常的及时和有效 毕竟这次硅谷银行 手里拿的是实打实的国债 不是2008年当年雷曼兄弟 当时手里一堆那些银行看不上 又资质本身就不够的 刺激贷款的房贷合同 那么最后来说一下结果 毫无疑问 这一次美联储出手 危机暂时是过去了 但是最终导致危机的原因 并没有完全的消除 说白了就是加息还没有停止 也许原来要加五次 可能现在便加四次 原来要加一年 现在可能加息到九个月就会停 那么加息的放慢 或者加息次数的减少 从侧面也说明了资产价格 也许仿佛大干 会比以前反弹的时间要来得早 但这是一切的条件都还有一点 就是美国的经济不能陷入衰退 它可以慢 可以很慢 但是不能衰退 要不然的话 一旦美国经济垮了 全世界的股市和楼市 也好不到哪里去 即便那个时候开始降息了 在短期之内也是无济于事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三连关注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